我不是不移的,我是没办法的 他们非要惹我吗? 蛮想想的,蛮想想的 如果有在你的演唱会上大声的应援,会不会让自己觉得不好意思? 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对 还蛮好的,还蛮好的 我们就是推开荔枝台幕后神秘小黑屋的大boss 在演唱会上遇到粉丝大声表白也游刃有余的薛之谦 在2019江苏卫视款的演唱会上,却遭遇了时尚最尴尬表演 没错,就是那首你我他都被洗脑的沙雕神曲《达拉蹦巴》 男人整个都很尴尬,因为整个都是假的嘛 都要自己去想象的,就是你要算好每一个点 就是你要跟那个霍天玉去互动的那个点 对对对,就是现场的朋友们看 因为觉得我应该觉得我是有毛病的 对,但我也那个乐此不逼 我凌晨4点给薛之谦发微信 薛之谦干嘛,薛之谦我在背词 他还在家里在床上背词哦 这词很难背 同学梁追刺鼓一直在背歌词 我记歌词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要改掉 是,后来那个副歌词 其实有很多地方是我自己改了 然后呢,我觉得呢,就相对来说就是 好玩一点嘛 因为跨年那个气氛盘的首歌是比较好玩的 所以,记歌词来说 如果我一定要记不下来,我就把它改掉了 薛之谦这一次既能给观众带来欢乐 又展现Live实力的演出 相信你也和小荔枝一样,想要疯狂点赞 那今年的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 薛之谦会带来哪些惊喜 来一丝丝小剧透哦 今年的难度比去年还要高 对我来说我都会觉得有点难 就是有点挑战,有点挑战 但是很特别 是我往常没有唱过的那种方式 就跟我第一次跟洛天英和尚那种感觉差不多 比他难度还要大 挑战更高难度表演,这也太令人期待了吧 小荔枝假装看不见你在卖安丽 那能怎么办呢? 谁让你的安丽有点好吃,前排高亮提醒 12月31日晚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 你的千千即将上线 让大家能省一点就省一点 存着钱,以后在关键的时候用 谢谢